自己喜歡製作物 大家找到一個共同喜歡的梅界 就是木 覺得可塑性高 90後的小童和mini創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製作木工小物 家具亦定期舉辦不同的木工工作坊 兩人亦有玩不同的樂器 最初是想製作木箱鼓 由於市場總會選擇不多 選木、木材厚度、調音 測試超過10個版本才成功 我們初初試的木箱鼓 都會弄出一些失敗 可能只弄到鼓身 發覺不成功 就放棄了它 現在會變成我們放一些雜物的兜 跟客人訂製家具 mini主要負責聯絡、繪圖、組裝 他覺得找到一個地方 可以跟他這樣溝通 告訴他哪些東西可以 哪些東西不行 然後做出來 就是屬於他家製作角落的一件事 他會令他開心 製作首長以來的小木工 一般是由耐性較好的小童負責 而木湯筋製作的時間 往往比一張椅子更長 其實細要花的心機和時間都相對長 工物件的大小和時間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不會越大就越長 普通的匙巾都三、四個小時 一次巧合幫朋友製作求婚戒指盒 大來意想不到的喜悅 求婚好像很大的事 然後我又會很開心 看著他想去求婚這個過程 然後他求到成功回來 告訴他多謝你 我的太太很喜歡 他又會講一些故事 他又很開心 我們又會很開心 創業至今 家人亦都非常體略和支持 給不到家用的 可能很生氣 他經常跟朋友說 我見到他們跟朋友說 其實都已經很開心 其實他都要接受這件事 和肯定這件事 他才會跟身邊的人說 很開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